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愛滋病在大眾眼中是一個絕症 亦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 時至今日 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 愛滋病還是否一個絕症呢 現在的醫術有沒有辦法醫治呢 今集的醫師醫師 邀請到一位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 和大家一起講解一下這個話題 歡迎林偉信醫生 提到愛滋病很多人都想到HIV病毒 想問一下兩者之間是甚麼關係呢 其實HIV傳名是我們通常叫做愛滋病病毒 很多人就有點混淆 愛滋病病毒是否等於愛滋病病法 其實不是 即是可以有愛滋病病毒感染 但是它要抵抗力或是比較低的時候 有病發症出現的時候 我才會界定它是愛滋病病法 所以愛滋病病毒感染 不一定代表愛滋病 那HIV病毒是怎樣影響患者呢 那愛滋病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我用這個模型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模型是我們正常的 一個淋巴細胞樣子 我們上面這些藍色的物體 其實就是HIV病毒 原來HIV病毒專門攻擊我們身體 裡面一些叫淋巴細胞的白血球 那這些淋巴白血球 其實其中的工作就是用來打仗 用來打病毒細菌或其他的微生物 它入侵了淋巴細胞之後 數目就會下降 所以我們的抵抗力就會弱了很多 抵抗力弱的時候 就會有其他機會性感染 甚至我們身體會出現腫瘤癌症 到時就可能好像剛剛說 有些所謂愛滋病界定的疾病 這樣就會有愛滋病病法 如果感染了HIV病毒的話 會有些甚麼症狀呢 愛滋病病毒感染 其實就是病徵病重 可以分分不同的階段 有部分病人 在頭幾個星期 有機會有一些急性病毒感染 可能是發燒、疲倦、肌肉痛 或者淋巴腫脹 但不是全部人都有這些病徵病狀 有些人就會在一個無聲無息的狀態之下 感染了愛滋病病毒 完全沒有任何病徵病狀 我們稱為潛伏期 潛伏期有時短起來可以一、兩年 但長起來可以超過七至十年 所以在這個階段來說 病者有機會患有愛滋病病毒感染 是完全不自知的 剛剛林醫生也提到了 愛滋病跟我們的免疫細胞息息相關 如果真的患上愛滋病 會不會有甚麼併發症 我們的併發症主要是抵抗力下降而衍生 我們剛剛提到的所謂機會性感染 我們最常在香港見到 愛滋病病患者有的機會性感染 包括一個潔物病 包括一個真菌 還有一些叫做廉珠菌的感染 亦都包含一種叫做肺囊蟲的肺炎 亦都有機會有其他腫瘤癌症 例如淋巴癌 或者卡波西士腫瘤 或者其他不常聽到微生物的感染 因為人抵抗力弱的時候 有一些平時不會致病的微生物 都可以在人身體上致病 所以我們才會叫它做機會性感染 愛滋病現在還是一個絕症嗎 有沒有得醫 其實愛滋病在我們的歷史裡 其實也有40年了 因為香港第一個過案1984年 開始有藥物治療就1987年 但自從1999年開始 我們創造了雞尾酒療法 其實藥效非常之好 所以現今來說 其實藥物控制這個疾病 不是很困難 但相反而言 它仍然不是被界定為一個可以根治的疾病 即是我們好像一個慢性疾病 血壓高、糖尿病 即是要長期服藥 但控制又不是那麼困難 剛剛聽到Dr. Lam說到這個雞尾酒療法 這個療法跟以前的療法有甚麼不同 我們1996年以前因為藥物的選擇不多 很多時候可能用一隻或者兩隻藥物去作出治療 1996年開始 靠何大一博士提倡的雞尾酒療法 其實是將至少三隻或者以上的抗病毒藥物 同一時間比起病人身上 原來發覺效能會好很多 藥效的持久性度高了很多 抗藥性的肌肉率也減低了 令到整體控制病的效能就會好很多 所以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再有其他新的藥物發展 變成我們現在的藥物基本上效能又高 抗藥性相對來說少 所以現在病者的治療效果是非常之好 其實我現在看新聞 其實都看到有全球範圍內 有幾例是愛知病患者治癒的病例 現在的醫療技術不斷發展 愛知病有否可能被根治呢 其實絕對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現在市場上有沒有藥物可以根治愛知病 暫時是沒有的 不過相關研究其實都在做很多 而我們希望在短期 有一個相關的治療可以出台 但暫時沒有 不過你說那幾例的 譬如有些根治個案是比較獨特的 一些個別的個案 有些譬如說是因為本身自己的自身疾病 是要做譬如骨髓移植 因此去用了一些特別的移植技術 去剷除了可能會受愛知病感染的 去臨破細胞 這是比較特別的情況 所以一般來說 現行來說大部份 好像剛剛提及過 感染了愛知病病毒 暫時未是界定為一個可以根治的疾病 對於患者來說 應該怎樣控制這個HIV病毒和愛知病呢 其實有幾個環節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自己 是否患有了愛知病病感染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說 在潛伏期裡面沒有症病狀 你不會去看醫生 不會去吃藥 所以你如果懷疑自己有機會感染 愛知病病毒的話 就要去做測試 做測試之後 要確認疾病 如果確認了之後 就一定要求醫 看醫生之後 通常會很短時間之內 就會開一些抗病毒藥物治療 就像我們剛剛提及過一些雞尾酒療法 我們抗病藥物的雞尾酒療法 有很多時候 現在來說 我們都會用最少兩類的藥物 兩個家族的藥物 或以上 去作出治療 我們用一個模型解釋 譬如說我們知道病毒 其實入侵了細胞裡面 所以進入之後 它就會在不同的地方 會複製 它自己的基因 原來我們用不同的藥物 在不同的部位 可以阻截到這些複製 我們同一時間用不同家族的病毒 藥物就可以阻截到不同的病毒複製的步驟 所以加強了病毒的控制 只要病人每天準時服藥 其實通常大概三至六個月左右 病者就可以將病毒 完全去到一個偵測不同水平 譬如開始吃藥 每天準時吃藥 醫生可能在大概六個月後 再抽藥的時候 發覺病毒就會很低很低 同步的抵抗力 其實也會慢慢地反覆向上 進步到一個比較安全的水平 看來控制這個愛滋病 現在主要都是靠這些藥物 這些藥物的話 會不會有些副作用呢? 其實比起以前上一代的藥物 副作用更少了很多 如果我們說是二十至三十年前的藥物 雖然當時藥物開始也很有效 我們剛提到1996年開始有吉尾酒疗法律 但當時有很多新陳代謝方面 敏亂的一些問題 譬如膽固醇膏、脂肪轉移之類 但現在我們用的藥物其實已經沒有相關的負重了 譬如我們有時見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病者 吃了藥一段時間 最常見到困擾他們 他們反而覺得是增磅 會肥了一些 大家可能覺得很奢侈 正正增磅、肥了一些 其實某程度上是一個健康的表現 除此之外 大部分病者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副作用 有時有些輕微 可能有些少少作悶、少少頭暈 但整體來說 藥物負重都是非常少 絕大部分病人都沒有什麼副作用 那現時這個外肢病全部的途徑是有哪些呢 在香港來說 絕大部分已知的傳播同學都是透過性接觸的 當然可以是異性的性接觸 也可以是同性的性接觸 在香港來說 血液傳播在疫症初期曾經有出現過 但近年都沒有再錄得有相關的個案 母嬰傳播是其中一種可能性 但是是非常之小的個案 有出現的 不過是一些特別的情況都是 在香港來說 透過一個共用針痛 注射毒蟻體內移 即是感染外滋病 以往都曾經有發生過 不過近年都是一些零聲的個案 相對來說 在香港主要的傳播途徑 在意志的情況之下 都是在講性接觸的 那一旦懷疑自己有接觸到HIV病毒 或者患者 應該怎樣做 有沒有什麼檢測的方法 我們現在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懷疑自己不幸染上愛知病病毒 最重要是不要怕 不要擔心 當然你可以正式去求醫 問醫生的意見 但如果我們都明白 有時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未必想第一時間去看醫生 可能有不同的測度 其實都可以做到一些測試 譬如我們香港有 屬於衛生防護中心 衛生署的一些不記名的測試 這個大家可以上網都可以找到 亦都是有一些自願機構 即不是政府的 不過是屬於自願機構 非牟利團體 他亦都會提及一些不記名 以及免費的一些測試 當然大家亦都可以透過 譬如是私家醫生 剛才說的 譬如是私人家庭醫生 說回情況去做測試都可以 如果真的大家都不想 採用上述的一些方法 其實亦都有一些情況 就是屬於一些所謂家用測試 即是自己可以在一些藥房 其實可以買到一些家用測試 自己可以回去用 可以是刀手指 亦都可以用一些口腔液體去做 當然 這個就要靠病者 自己本身有少許技巧 看清楚說明書怎樣做 如果大家不太有信心自己做的時候 可能就看回醫生 或者去到剛剛說的機構 做會比較穩陣 如果一旦檢測到自己有一個愛滋病的病毒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最佳的治療期 其實就越早越好 因為越早開始的治療 病毒就越早可以被停止複製 病毒停止複製 很快就會去到一個偵察不到水平 抵抗力才會高 如果你的抵抗力已經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你又沒有治療的話 其實你有風險 隨時都會有一些併發症 所以一定是越早越好 就算是急性感染好 如果你能夠早些開始治療 能夠盡早將病毒的高峰降下來 其實對你本身的面影系統的破壞 其實也會少一些 我們沒有一個絕對性的黃金時間 只要你越早去做一個確診 看醫生吃藥 就已經是一個最佳時機 我聽說坊間都會說 有一些阻斷藥或者抗病毒藥 這個有沒有用呢 其實我們剛剛說的抗力藥物 除了一些已經是被確診的病人 我們會開展之外 其實我們也都有一些藥物 或者是跟相似的藥物 其實我們會在所謂暴露前 或者暴露後 去減少病毒感染的機會 有些人會叫那些藥 做一些所謂事前藥 或者是事後藥 這個當然也都要問醫生 千萬不要自己去嘗試 去聽別人說 或者上網去看 如何用藥物去如何預防抗子病 當然這些藥物 其實在正確地使用之下 其實它是非常有下頭 預防有外滋病毒感染的 但是一定要經過一個醫護團隊去評估 以及去監察 才可以好好利用相關的一些 預防藥物 剛剛Dr. Lam也提到 外滋病有可能會通過 一個母嬰傳播的 外滋病患者 有沒有可能可以生異獄女 而事實上 香港已經有非常多的例子 是成功的例子 可能是爸爸有外滋病 或者是媽媽有外滋病 或者是爸爸媽媽同時間有外滋病 例子也是成功地可以生出健康的寶寶 當然要有一個周長的計劃去做預備 不是突然間意外地生育 情況又不知會本身的醫療團隊 因為我們始終都要做一些準備功夫 包括將病者的病毒控制好 其實將病者的病毒控制好 其實嬰兒受感染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就算我們有些懷疑比較高蜂擁個案 其實我們有時都會被一些藥物 是被生生嬰兒去進一步再減少 即是生生嬰兒受感染的機會 不過說回頭 我剛才提及過 其實我們過往在香港 亦都有一些無影傳播的例子出現過 很少的 講的是過去幾年可能都是個位數 不是很多 不過有時這些個案 我們始終都是一個都嫌多 但是我們那些例子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叫做是意料之外的情況 或者是突如其來的 病者本身可能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愛子病 或者一直沒有做一些檢查之類 所以在那些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做一個準備 情況就有些不同了 相反如果是一個穩定的情況 一個HIV感染的一個伴侶 其實這樣的情況是可以正常去生嬰兒 有計劃地進行沒有問題 那有沒有哪一類人 會比較容易幻想這個愛子病病毒呢 其實之前我們都說過 主要感染愛子病病毒的途徑 是透過性接觸 所以所有有性經驗的人士 其實都有機會去感染愛子病病毒 事實上我們香港 即是現在衛生養中心 核下的一個科學委員會 其實我們最新的建議是 今年2024年11月更新的建議 其實所有成年人 即是有性經驗的人 其實應該最少進行一次的 愛子病病毒測試 當然在行為上 如果你是有多個性伴侶 或者你本身的性伴侶 是一些不安全性行為 是有機會增加了他自己感染 愛子病病毒感染的風險 即是可能整體的風險 就會高過其他人 也有時候我們在香港 一些傳統的所謂高風險的群組 我們過往就關注多一點 例如藍藍的性接觸 或者是一些變性的人士 或者是一些本身適合提過 性伴侶本身是一個愛子病病毒感染者 等等 這些可能都是屬於我們所謂的 比較過往發覺 可能是愛子病病毒感染者 比得相對來說高一點的群組 但是要說清楚 主要其實都要透過 最影響大是 就是本身個人的行為 即是說你一定是有性接觸 或者你有一些高風險的性行為 不安全的性行為 或者多過的性伴侶 這些絕對會構成你 增加了你感染愛子病毒的風險 一直以來 風間其實都有很多傳聞 是關於愛子病的 都很多人戴著有色眼鏡去看愛子病 那林醫生怎樣看 絕對是 其實我們當然社會是有進步的 即是對愛子病 本身這個病的歧視 不了解是減少 對患有這個愛子病毒感染的人士 亦都是一樣 歧視或者對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社會上亦都有進步 但是從我們的經驗 或者從病人告訴我們 其實歧視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的病者仍然是 很努力地去進行他們的治療 繼續正常生活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都希望社會 了解多了這個疾病 或者了解多了可能有機會 受感染的一個群組來講 其實是不需要那麼恐懼 或者去歧視我們這個疾病 或者不幸運感染了這個病毒的患者 剛剛提過 其實所有有性經驗的人士來講 其實都有機會患上這個疾病 在我的個人經驗而言 可以告訴大家 我見過的病人包括 男女老友 年輕到十幾歲的女生 年紀大到八十幾歲的公公婆婆 都有機會被感染 愛滋病病毒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只要你有基本上 性接觸性經驗來講 都有機會 所以不需要 特別去所謂 特別對待這個疾病 或者有機會患上這個疾病的人士 最後想問Dr. Lam 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予HIV感染者 和愛滋病患者 我們很多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者愛滋病人士 很多時候都會對自己有些懷疑 或者甚至對自己有些歧視 但我們其實現在有一個概念 我們叫做U等於U 其實我在後面這裡 有個海報都講到 我們U等於U 其實是 中文我們翻譯 就是叫做測不到等於傳不到 英文就是 Undeductible Ego Untransmittable 其實是說 如果你的血液裡面 原來它的病毒水平 低到一個偵測不到的水平 其實你不能夠將病毒 再透過性觸傳播開去 所以市民大眾要知道這個概念 不需要歧視一些病者 一正常者 絕對不會感染到愛滋病毒 病者本身自己也不需要歧視自己 不要當自己是甚麼特別的怪物 我們都是不幸感染病毒感染的病者 正面去面對疾病 準時吃藥 其實就可以重過正常生活 12月1日是世界外資病日 聽說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 其實我們今年世界外資病日的後號 就是走上尊重權利之路 我們無論是不幸感染的患者 或者社會各界人士 其實都要明白 我們這個疾病 其實在說我們病者的健康 或者病者的權利 都應該受到尊重的 希望社會各界 包括我們所有人士 和不幸感染病毒感染的患者 都能夠正面面對這個疾病 今天很感謝Dr.Nam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關於愛滋病的知識 愛滋病是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可怕的 如果大家還有甚麼問題想問Dr.Nam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今集給醫生意識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